Duff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,朋友做了代购,二话不说就来一句,帮我发个广告吧,一开始你很乐意,助人为乐吗?时间长了,他隔三差五的让你帮忙转发,你不愿意,却又不好意思拒绝。 有人给你发,麻烦到我最新的一条朋友圈帮我,你俩的聊天记录就一句,你已添加了某某,现在可以开始聊天了,你选择护士,他又让你帮忙,你生气了,发脸又不好意思。 这时候,总有人说,不会拒绝的人就是讨好行人格,这是病,得志。 卧槽,讨好行人格招迷惹你了,那些让你写个稿子,买个东西,借点钱,美琪明月不就是举手之劳吗?的人,你怎么不好好把醒自己呢? 01反正你在免设店打工,帮我带化妆品吧前几年,老弟还是一门留学生,总有些莫名其妙,的人找他帮忙买化妆品,护肤品,有些奇葩还直接列了一张list限量版包包,顺位把口红,你知道这些全球限量,定制版的东西有多难抢吗? 他说,虽然我在机场免设店做中文导购,但不是每样东西都有啊。 各位大姐,下班后还要跑各个商场,有些人买完还嫌弃比国内便宜不了多少,关键是回家购海关很容易抄咒。 老弟问我,那些从来不怕麻烦别人,找人帮忙还各种挑剔的人,到底是什么心态? 我赠他四字真言,以退为净,这种亲社会行为与得寸进去同样有效,他们往往自居为弱者,出于贪婪的暂时性,展示出弱者的姿态。 例如,你那么有钱,借你一点怎么了? 我穷,你富? 富人应该帮助求人,反正你钱多得花不完,我没钱。 马云被逼圈的事情还见得上吗? 你不是学英语的吗? 帮我翻译一篇论文,又不会怎样。 你很厉害,我很菜,厉害的人应该帮助菜鸟。 反正又不用花钱,淘宝上要好几百闹,越容易办到的事,他们越不会感激你,这么一定的小事都办不好。 那是你的门里出问题,对于他们来说,事情是因为理所当然的容易,所以才去做。 甚至像为自己的机制,有人以为留学生在国外可以随便接触到比国内低价的大牌。 他们从不在乎你赚念N个商场几乎跑断腿,有人觉得你转发朋友圈又不会怎样。 他们从不关心你是否愿意,因为你不只他一个,还有你弟老板、客户,麻烦找人帮忙之前,让我感受到你的尊重。 而不适用这件事很容易,包一下又不会怎样,的理由,来证明我付出少,进而得出,我有义务帮你的结论。 林二多少中国是好人,被一句举手之劳道的绑架林小胖今年干毕业,在某世界五百强当文案,上班没几天,旁边的小哥,对面的大姐,不是让他帮忙打印一份文件,就是让他帮着修电脑,甚至让他帮着去楼下搬东西。 他想,干就干吧,多干点没什么坏处,好处是,他得到几句夸赞,这小伙子很能干,又踏实。 不错,当然不错了,你这么听话,不使话你真于心不忍啊,林小胖是乖孩子,读书埋头奋斗,工作也很听领导话,有次他去旅行,买的硬座,遇上一家人说,必须挨在一起坐。 他喜欢坐窗边,不想话,结果两位中年阿姨明朝暗访,举手之劳而已吗? 现在的90后一点都不懂事,他自责,感觉很内疚,拒绝别人的帮忙似乎显得自己很不友善。 多少中国是好人,就被一具举手之劳道的绑架。 社会心理学家伯特伦,雷文提出一个概念,无助的影响力,power of the helpless,人们会对处于阔境的人进行帮助。 这种处于社会责任规范的考虑,是由无助而形成的合法权威,帮助他人无论在怎样的伦理文化中,都是一种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。 是值得被称赞的行为,然而,求助者总在逼善,最简单的,你可以说给老人让做是高尚的,但不可以反推,说,不让做就不善良,不道德。 你怎么知道那个不想让做的人加班了一宿,好不容易想做下想歇歇吗? 我们确实应该提倡美德,这是鼓励性的,而不是强制性的,人没有达到某种美德,并不意味着在道德上有缺陷,那些鼓励性、建议性的伦理线条,被不正确的拟推后,产生压迫性的道德环境。 尤其是当你把我的好心当作理所因安的时候,对我的付出毫不感激,却变本加力压榨的时候,把我的忍耐当作没脾气,无休止伤害我的时候,把自己的想法强下在我身上的时候,再本不该我要做的事,我好心去做了。 还要被你指责的时候,此时的善良,若更容易去杀笔,那我宁愿一辈子带毒,03不会拒绝都是讨好新人格的错,马拉拉是我同事的发小,专业画画,以设计谋生。 有次和租房里的一位小姐姐问她,我的淘宝店想换个logo,你画画那么厉害,帮我设计一个吧,马拉拉手快答应。 好啊,要什么效果的?两人折磨一番后,她就利用下班时间设计。 除了出稿,小姐姐说不太满意,颜色太low。 那时,她刚好跟进一个大项目,经常在公司加班到10点,回家还要改logo到12点。 二稿出来后,小姐姐又说,太淡调了,最好有点华丽的感觉,虽然觉得反弹不太敢拒绝, 她会怎么想我,要是生气了。 我俩同住一个屋檐下,太尴尬,来回改了四次,小姐姐才满意。 她松了口气,正浪漫怎么提钱的事,谈钱好像太伤感情,可我一直都收费。 她改了那么多次,免费好亏啊,同事无奈,你啊,就是太老好人了,内心系太多,总害怕别人生气。 背后又再满远,你自己的想法呢? 马拉拉斯前响后,还是鼓起勇气发了,你要的效果比较复杂,收你三百八。 有情假,但小时候,小姐姐回复,你不觉得这样违背了你追求艺术的出息吗? Excuse me。 她忍无可忍,你不觉得自己现在的样子很不要脸吗?或许是对自己无能,那愤怒和一直以来的压抑,太累。 马拉拉说,被我同事霸醒之后,她意识到自己从不敢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,总是用讨好来满足对方的需求,牺牲了自己的感受,压抑自己的委屈。 有次看奇葩大会,蒋方舟说起讨好情人格,几乎百分之一百的命中率,她担心自己心里出了毛病,找了心理咨询师。 自那以后,她才知道,之所以成为老好人是因为缺爱,她妈控制欲几乔,小时候只要她没完成作业,调皮倒大,只要没按照妈妈的安排做人做事,她妈就会拿起鸡毛胆子倒塌。 小孩吗?都害怕被打,更怕妈妈生气,于是变得胆怯外缩,觉得只有讨好妈妈,自己才有好日子过。 她不知道,当孩同时就开始娶育父母,付出的代价就是,失去对自己真实感情的认知,她的成长不被允许真实地表达自己,不然就要担心会被忽视和否定。 成年后,讨好父母就变成了讨好所有外部世界的人,老好人不会拒绝,就是试图从别人的肯定中换取爱。 但,要知道,即使讨好了,她还是得不到爱,反而以来更多想占便宜的人,现在,还是有人隔三差你得找她帮忙。 她还是答应下来,后问对方的具体需求,然后补一句,按照你说的效果复杂度定价收费,对方迟疑,她就打铁趁热,你不知道我之前总遇到不要脸的人居然说免费。 话话,也要人力和时间成本的好吗?不想出钱又不想出力,天底下哪有免费午餐?你说对吧? 对了,你的需求我们再仔细聊聊,我来做个预算。 当然,最后还是会有人推托,哎呀,你这么忙,我下次再找你,其实这样开口的人,一开始就没打算给你钱,也没想过尊重你的劳动。 你知不知道我从小说话话花了多少钱,花了这么多钱,不是白给你做画室的,OK。 骂啦啦笑了,如果说谈钱显得50块,请吃饭也是OK的,可偏偏就有人拿你当免费劳动力,这才是最气人的地方。 讨好行人格又怎么了?不要把所有问题揽上身,更不要讨好了别人,委屈了自己,那些次认为,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,帮我个忙怎么了?的人,麻烦正视一下你们的问题。 你自知不善拒绝的你,这里有套三不知人道法,拿走不限我花了好长时间,抱住麻烂拉的大腿,请他吃了顿小龙虾加喜茶,才总结出这么一套三不知人道法。 当你想要真实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时,可以这么做,你看完或听完,我感觉,所以或决定。 当别人要求你帮忙时,你要客观陈述这件事情,说出并解释你的真实感受,但不指责,也不评判,让对方觉得你事情有可原的拒绝,也让自己有理有序。 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以及最终的决定,例如,你刚忙完部分工作,同时想找你帮忙修改PPT,你可以这么拒绝。 我刚看完你的PPT,感觉要修改的东西很多,但我还要忙X总交代的事情,他还挺激动,所以这个忙忙不了你。 而如果对方死缠烂打,你怎么办? 此时有两种应对方法,拖延时间和不断拒绝。 拖延时间是为了你不必立马答复,具有充足的思考空间,我现在不确定,晚点给你答复。 不断拒绝是因为你心中已有决定,不想再浪费双方时间,抱歉,我真的帮不上忙。 三如果你觉得直接拒绝不好意思,怎么办? 你可以试着把拒绝的话语放在原因之后期望之前。 例如,因为某某原因,我实在帮不上忙,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。 注意,解释原因时不要说太多,解明了要即可。 不要因为害怕拒绝,而生活在别人的舆论里。 我觉得我应该在所有关于高情商的文章一加一条, 讨好行人格不是原罪,别不好意思拒绝别人。 太老实太听话,容易被人当狼心狗肺。 我喜欢帮人,但我最讨厌,明明我还挺需要用心的事情,就被你贬低为举手之劳的标签。 举手之劳明明是我帮完你。 你感谢我的时候,我和你说的可套话,而不是你用来道德绑架的说辞。 忙我可以帮,但不代表我应该。 说白了,就是我不想帮你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